看不您好 你好 我现在是初学佛法 然后看了很多佛经 也听闻了很多高僧大德的开示 但是现在满脑子却感觉非常的混乱 那对于初学者来说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尽快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 如何能够一步一步的去修行 请看不开始 嗯 很普遍性的问题 是的 很普遍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佛教徒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学的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绣 然后呢 学了那么那么多的佛经 这个里面哪一个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也不清楚 有这么几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首先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讲 人的根基 实际上就是有很多很多种 有些人比较喜欢学习 有些人就比较喜欢搭着修行 那么有些人这两个都不喜欢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去当义工 参加一些慈善的活动 这种情况都有 这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 最终 我们要静下来去修 这个是最最最最关键了 因为学佛的目的 当然有很多种目的了 但是呢 最终极的目的呢 应该是把自己内心的这些烦恼 把这些烦恼端掉 然后呢 除了能够端掉自己的烦恼以外 还有我们可以帮助身边的人 也就可以帮他们端出他们的一些烦恼 然后再大一点的话 那当然是这个大乘佛教讲的这个仆度众生 但是这个是我们只能作为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 母前可能是还有一点难 难做到 但是这两个 一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个是帮助解决我们身边的人的问题 这个都可以的 母前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问题呢 都是必须要打坐经下来才能够解决 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烧恼百佛 这个确实是不解决问题了 烧恼百佛是有福报 是有福报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现在 只有以后才有 然后那一些现实的问题呢 那光是考这个烧恼百佛解决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们要最后要静下来绣 静下来锻炼 那这个锻炼的话 就它的前提的条件 就首先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锻炼 锻炼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是属于第二种问题了 第二种问题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佛教的知识 藏传的 汉传的等等 学了很多 但是呢 这些理论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落实到自己的这个修心和生活当中 不知道怎么样去时间 这个就确实是一个问题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应该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首先把我们的这些学到的这些知识 要把这个知识利损一下 利损一下 首先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里面 也许有一些比较层次比较高的级别 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也许有一些低一点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首先我们把这个高一点 高层次的这些知识 知识只能学 但是现在拥的话 可能恐怕目前还拥不上 但是没问题的 总有一天是拥得上的 那么险阶段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先把这个最基础的这些 先做 先把这个最基础的这些知识 先去落实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就分类一下 这个我先学到的这些里面 哪些是比较高层的 比较深奥的 哪一些是比较基础的 先把这样子分个类 然后呢 这个基础的部分 先去做 那做 具体的做 就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佛教 学佛的 它的终极的目标呢 就只有一个 一个是我们也提到过 这个很多人认为 学佛的终极目标是成佛 但不是 大乘佛教 不是成佛 是为了更好的利益终生 帮助更多的终生 但如果要帮助更多终生的话 那首先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问题没有解决了 就没办法帮 帮不到 即使是帮到了一个两个人 这样子的话 那也不一定帮到更多的人 所以呢 首先我一定要成佛 成了佛以后呢 然后我就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这样子讲的话 那么成佛是帮助众生的一种方法而已 它就是一种方法 它不是最终极的目标 终极的目标 就是帮助人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人他看到 很多人生病 他特别特别的难受 他想帮助这些人 那么帮助这些人 那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首先要去学义 第一个就是他去学义 义学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给他们治病 那这样子以后呢 那这个人的他的这个终极的目标 不是学义 学义就是为了他就找到这个方法 终极的目标 就是为了治病 为了治病 那么为了治病 要治病 就必须要懂义 才可以的 所以他就去学义 义学好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去治病 同样的一个大乘佛教徒 那么他的目的是 应该是帮助更多更多的终生 但是方法呢 首先必须要这个成佛 这样子 所以利益终生是他的最终极的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呢 目前离我们比较远 还比较远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梦想 理想 但是现在 不会当下就成佛了 那么当下我们要做的 只有三个目标 学佛的 除了这个学佛的终极的目标以外 还有三个解断心的目标 解断心的目标 那么解断心的目标当中 第一个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这个出离心 出离心 那么出离心是 你有这个想法 我要解脱 我要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 我要获得这个解脱 我要拜托这个人的这个生老 病死的这个痛苦 我一定要把这些痛苦 痛苦这个彻底的解决 有这么一个决心 这个叫做出离心 那么这个决心 是什么样的佛教的知识 让我们产生 这样子的这个决定 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什么样的修法 让我们产生 这种这个决心 这个你先要去做 那么你的学导的这些知识里面 哪些是跟这个有关系 比如说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 这个死前行 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的痛苦 因果不虚 就这四个 这四个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这个理论 然后他的修行的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 非常的简单 这四个理论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还有贤宗 密宗 所有的这些佛教里面都讲 是他们的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一个修法 那么你先去修 修这个 然后修了以后 你就有处理性了 那这个第一个目标 达到了 第一步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 也就是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就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 然后你再看看 你这个所学到的这些知识里面 哪些是跟菩提心有关系的 然后你有没有学到 这个关于这个菩提心方面的一些理论 还有就是有没有学到关于菩提心方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那个你过去学到的这些里面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下 再去学一下 然后就去修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 菩提心基本上有了以后 然后第二个目标打倒了 第二步 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 第三个 最后就是第三个目标了 第三个目标的话 就是要这个证悟 用这个禅宗的话来讲 叫做民心兼心 民心兼心 也就是开悟证悟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了 就是要证悟这个博热空心 那博热空心 这个时候你再看一看你的这个所学到的这些知识里面 哪些是这个跟这个博热空心有关系的 有没有 有的话 那么你就去用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时候再去补充一下 去再学一学 然后打坐 打坐 总有一天 这个会 会证悟 会这个开悟 那开悟了 证悟了以后 这确实是 就这个对一个 佛教徒来说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就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从此以后 这个生死问题 基本上可以说是了了 解决了 这样子这三个目标 叫做三个阶段性的目标 这三个叫做佛教的三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想我们所有佛教徒都要按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走 那么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比较适合的 当然有些人比如说 这个说到这个学习 打坐 就头疼 不想做 实在是不想做的话 那也就不勉强自己 先做 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总是会找到一些这些佛教的这些 比如说布施 吃劫 忍辱 参加各种各样的利他的活动 这些里面总是会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先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先去做 做好了以后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